流感死亡率高 疫苗成了救星 一直以来 全球142间国家流感中心相互合作 全年监测民间回报的最新流行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会从中选出最可能的流行趋势 分别在每年2月和9月针对南北半球 做出不同疫苗组合的预测推荐 再由各国自行决定病毒株种类 通常是三种病毒做组合 称为三架疫苗 不过2013、14年北半球流感大爆发 世卫组织开始添加第4种B型流感的病毒株 提供进一步防护 但是最大的困难点还是时间 专家必须在每年流感季的18个月前 就开始对当季疫苗进行研究 并在尖峰期开始6到8个月前 选择出最终4种病毒株 才能赶上生产发放 时间距离长 加上病毒变种速度之快 目前不可能百分百精准预测 今年在南北半球都失准 专家表示疫苗在澳洲 对当地主流病毒H3N2 只有一成防护力 美国也会差不多 因此判断今年将是流感大年 其实2009和15年H1N1爆发 也都是因为病毒株变种和疫苗不合 导致流感疫情肆虐 今年又刚好正值1918年 西班牙流感100周年 人类和病毒对抗 依然像是在战场上蒙上双眼 专业和运气缺一不可 大海新闻留人好兵役 大海新闻